Hello 大家好 我是艾仲华一眼 今天要跟各位來分享 我平常在舔尾 是去哪裡買資材的 很多人問我 各位推薦這間我最常來的就是 好 那我們現在就進來了愛家裡面了 愛家裡面你進來右轉的部分 這一整排全部都是花盆 這個花盆還有包含這個底盆 底盆也要有各式各樣的底盆 那像這一種的呢 這就是歐洲型的那種塑膠盆 塑膠盆 這個各種大小都有 從那個很小的 這個大概是8吋 8吋盆到一尺二盆 一尺二盆就很大 像這個一尺二盆 一尺二盆 這麼大的它都有 那價錢都會比外面便宜很多 大概是6吋8吋 那如果你買很大量的話 甚至可以到5吋 因為這裡是 比較類似批發的這一種的 好 那像是這種長型的這個是菜盆 你種菜會用這種盆子 它的深度大概就是 一般的那個菜的那個 根的可以長的深度 大概是30公分左右 最多啦 這很大 那你可以買到這麼大的 這麼大的 這個這麼大的 這個大 這麼大的 這麼大的就是 可以種馬鈴薯 地瓜 然後 這個是種荷花的 它有這種沒有洞的 底部是沒有洞的 種荷花的 那如果你要這種形狀 然後要有洞的 它可以幫你打 它有那個打 那個電鑽可以幫你打洞 很簡單 各種形態都有 那往裡面走 那像這個是在做盆頸的這種方盆 但是如果你要種盆頸的話 價錢好一點的話 應該是 不用紫砂盆 不用方盆 那這個呢 這個是 種蘭花或者是比較透氣的 需要透氣的植物 它這個邊邊這邊全部都有洞 那它這個 放的戒指可能就會比較偏向於 絲 那個什麼 葉殼 或者是蛇木穴那一種的 這一種的 好 那像這種就是 這種的就是最便宜的那種塑膠盆 這個打不開 打不開 這個大概是8吋盆 8吋吧 但便宜啦 比跟外賣已經比起來超便宜的 然後是這種 有點像垃圾桶的比較長型的盆栽 然後還有這種 歐洲的坡浪的坡浪的盆子 歐洲的坡浪的盆子 這個我有買 種那個植物起來蠻漂亮的 那如果你有種那個多肉啊 種多肉很多都會用這種 這種底盆 這種底盆把它整個拖起來 那如果你有買這種底盆的話 我們會買那種方形的 剛好可以把它放滿這樣子 很漂亮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這個 這個是鋁線 這個在花園裡面你買一些鋁線 其實是很棒的 鋁線可以做非常多的功能 綁植物也可以 來釣植物也可以 然後做一些小吊室 把花盆釣起來都可以 那個鋁線很好用 那接下來就會有一些 整批的 這個是5吋盆的 紅軟盆整批的 那這個價錢呢 你就是要跟老闆問 這個價錢一定超便宜的 一個不到10塊錢 跟那個在 在五金行買的比起來是差很多的 那像這一種呢 這個就是我們在裝多肉的時候常用的 那外面單賣的話一個是滿貴的 那可以來這邊買 很便宜 一次買多一點滿便宜的 那這個顏色 通常這顏色就是黑色跟白色 還有這個啊 你看這個 這個就是裝那個 小仙人掌的那種小盆子 這一種的 這個也超便宜的 這應該是幾個一塊錢吧 好 還有它又有林麥這一種的 吊盆 我們有時候吊盆的那個上面壞掉了 它這個也有林麥夾子 都可以 還有這個 非常熟燕的彩色的 這個 很奇怪的顏色 如果你喜歡色彩繽紛一點的 可以來這邊買 它連這個夾子都有 都有配套的耶 你看 你看藍色 綠色跟黃色 都配一整套 很不錯 好 那後面就是這種軟盆 就是 我們在 做大量繁殖的時候 這種軟盆 它這個從很小到很大都有 從兩吋盆 到這個 這個大概是八吋吧 八吋軟盆 都有 它價錢都非常便宜 因為它是整片整片在賣的 好 那我們逛到那邊去 接下來 到這一區呢 就會都是 那個 桃盆 或者是 紫砂盆 它邊有非常多 非常多紫砂盆 那這個價錢當然是 比較貴 但是跟外面比起來也是蠻便宜的 看 這個紫砂盆它是賣3000塊 但是紫砂盆的品質 呃 事實上是撐吃不齊啦 那 如果你懂的話 你就來看吧 來看一下 紫砂盆的部分 這些 要做 你如果你要做園藝比賽的話 通常我會來買這些 這種比較漂亮的一些盆器 都有 從很小到很大 像那種那麼大的它都有 都超大的 它都有 然後 像我節目上常用到的 智死珍珠石 就是這些 上面這個看起來 咖啡色就是智死 然後白色大包 那應該就是珍珠石 然後這看起來像水泥做的這個是塑膠的 它是塑膠的 不是水泥 然後這邊有一些小盆栽 這是有上釉的 上釉的小盆栽 那這個就有標價錢 可以看一下 這區呢就是所謂的那個 戒指區 戒指區就是它可能是土 或者是不是土 但是呢 它就是可以取代部分土的功能 所以叫戒指 就是土壤 的中介的一種 一種 材質 那這個是多肉 多肉的戒指 它裡面有放很多的 不同的東西 那它也有賣陽明山土 它刺育土那整座就是刺育土 好 這是刺育土 這刺育土我也常用 就是在扦插的時候 扦插的時候 我們會常用來 來做扦插的 那這個是大粒的 大粒的就會種一些 比較高級的植物 像刺育土是很貴的啦 你不可能拿來種一些 隨隨便便的東西 就是 你比較好的植物 或比較難種的植物 用刺育土 那像這個 這個是最細的 都是可以拿來做那個扦插的 是很好的 它是很貴的 一包 三百多塊 然後 這裡有那個 做好的培養土 這個培養土會是比 五金行賣 賣99塊的培養土好一點 但是如果是我的話 我是不會買這個 我一定會是買那個 進口的 那個 泥碳土 來用 像我買的就是這個 這種進口的泥碳土 那這個 這個其實不會很貴喔 它是三百公升 其實裡面容量非常多 如果你只有 種一些 一些沒有 量沒有很大的植物的話 這個其實是可以購你用一整年 那這個其實 好像一千出頭塊而已 還是不到八百塊 八百塊 問一下 這個其實是很便宜的 那 每個人他給你報的價錢 可能會不太一樣 好 如果你是熟客的話 可能會稍微便宜一點點 那我不會 這這裡就不講價錢 老闆娘今天不在 蛤 老闆娘 又是出去 我在 我在拍影片 喔 沒有 沒有 對啊 你會把他麻牌黑客 我會麻牌黑客是吧 不會啊 不會麻牌黑客 很多 他蠻多人看的喔 對啊 可能 可能會紅喔 一百塊 對 這個一個多少錢 這三百 台灣的 台灣的 因為 神木線現在價錢越來越貴了 因為現在國際很多都淨財 所以他價錢是蠻貴的 啊這麼小包的 小包跟這種 大包子 因為在大包的話 目前都缺貨 都缺貨 因為進口的關係 現在 現在 對啊 精彩 這一包多少 這一包 十一百 這對 這個太小了 對 這個 這個 這小包一百五 這有點貴 我們等有大包的時候再來買 什麼鮮山越來越貴了 我們看 我們看一下肥料 肥料很多種 像這個是有機肥 這個我也有在用 你在做一些雞肥的時候可以用這個有機肥 好 然後 他這裡有一區是肥料區沒有很大 那 最常用的大家都是用這種 花寶 花寶有1到5號吧 應該現在是初到5號 比如說這個是花寶1號 花寶1號就是 綠色呢 是那個水草蘭花 他這裡有 蛋淋甲 他甲肥含量是高一點的 然後呢 這個是4號的是葉子 他的 蛋的成分就會高一點 是25% 那 5號是什麼 我沒看過5號呢 哇 蛋淋甲 他的蛋非常的高 淋甲是10% 比例是10%而已 他這邊寫的是幼苗的 這個我沒看過 這是應該是 比較新的 那花寶3號是我們大家最常用的 是開花的 蛋淋甲 他的淋跟甲成分高一點 那2號呢 是綜合的 就是全效肥 就是他的 蛋淋甲比例是一樣的 用什麼都可以這樣子 OK 那接下來有一個 這個就是 磨肥 這個 這個價錢是 比較貴的 他是 怎麼講 他的 效果非常不錯 但是他的價格真的是 應該是裡面最貴的肥料 對 然後呢 他除了 蛋淋甲之外呢 他多了一個鎂 這個鎂是植物生長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蛋淋甲鎂 好 那 接下來就是好康多了 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有買一包好康多 那我們買的是好康多 1號 就是 植物的長效複合肥 那這個小包的一定是比較貴 那我們去看 人家大包的 很大一包10公斤也是1000塊 那如果你種很多的話 建議你可以買一包可以用很久 因為他 1000塊10公斤可以用超級超級久的 而且不太不太會變紙啊 所以還好 那 像他這裡有那個開根劑 當然 說這個我通常不太會買 除非你 種的量很大 你需要很多繁殖的話 所以買這種開根劑 因為這個事實上是會有效齊的問題 好 那另外的 我們我試用的花肥呢 除了 那個 固體肥之外 我會買這種 魚人肥 這個就是 那個液體的肥料 然後或者是這種 魚人牌的花肥 都可以買來用 那 除了這些肥料之外呢 我們有 我自己也會做一些 嗯 比如說菜斯巴 那種 有預計自己發酵的肥 那這種 B1這種我也會買 來噴植物 好 那我們現在是結帳吧 這個 水草呢 一包是 900 好 很多是1000塊 那這個 軟盆 3.5寸軟盆 一個是 5.5角 就是0.55塊 兩個1塊錢的意思 如果你要買一些很高級的剪刀呢 這邊是有 這邊有那種高級的剪刀 可是剪刀非常貴喔 非常非常貴 就是 通常是 買園藝的時候會來買的 這是日本進口的 那我基本上去日本的時候會買 因為台灣進口的 因為還有進口的錢 真的很貴啦 相當日本 打5折才不買 欸是打5折呢 打5折嗎 OK耶 可以買耶 這打5折嗎 對啊 你這支 日本的小金支 現在才750啊 啊你 台灣的才150啊 你再扣一下 你拿這一支 它是怎麼講 一輩子 除非你是 用丟掉 不是用壞掉 那 老闆那個價錢 他是說是打5折啦 應該是每個人都打5折吧 基本上 如果打5折的話是很可以買的 像我這個 我都是去日本買的 那日本的價錢大概是 4 4 3 3千多塊日幣 所以 那台幣 所以一千塊台幣 它這邊賣的反而比日本便宜喔 大家可以來看一下 我本來以為是原價啦 不是原價 是把5折 可以來買 它這種東西真的是很好用 有點壞掉自己磨一下就可以了 差很多差很多 那這個房子要給我發票 對 剪刀也要給你發票 沒有剪刀也要 剪刀也要給你發票 我這隻的 好 那我們今天就跟大家介紹完愛家 這個是我來田尾最常來的一家資材行 它不管是盆器啊 土啊 還有戒指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剪刀那些 價錢都非常的實惠 而且它品質非常的好 那你來的話 它有些東西不會明顯價錢 因為它的批發價跟那個 零售價是不一樣 如果你是要買稍微大量一點的話 也可以跟老闆 做一下價錢上面的那個 東西 我們那個田尾人是很豪爽的 我們豪爽一點價錢就會比較好 好 那一旦跟大家介紹這個 我最常來的愛家這些資材行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喜歡的話也幫我訂閱我的影片 然後按讚一下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